他剛破世界紀錄 你到底破了什麼世界紀錄 讓大家來看看 停 我完全看不懂 這哪是世界紀錄啊 好 想必你們也看不懂吧 我來跟你們解釋一下 在我們以前練武的時候 光是右手丟給左手 這個動作叫做拋 光是這個動作一顆 就已經很難了 現在滿街路上小朋友都會 都過那麼久了 怎麼要進步吧 對不對 好 再來 第二個難的點就是一圈半 那一圈半是 一隻手丟起來 炫一圈半落地 那這個動作是非常安全的 它是需要勇氣 跑一圈半 在我們大學時期的時候 突然全世界盛行一個招式 叫做大單拋 它這個大單拋呢 它是 右手 衝中 炫一圈 在用右手接到 所以它從頭到尾都是用一隻手 把你身體丟起來 炫一整圈 在用右手接到 欸 這個要補充一下 就是 它 是 這個 大單拋的 世界紀錄保持人 來 收一下幾顆 好 六顆 他就是用單手這樣一直接 很像一隻手那樣子 三加八掌 喔對 很誇張 很多小朋友因為我的影片開始去訓練大人跑 街舞圈一直在傳言說 2.0到底有沒有可能用右手 單手丟起來 空中炫兩圈再接到 那時候大家都是討論討論 這個議題大概討論了大概5年以上左右吧 然後也有上千位街舞者去挑戰 然後挑戰的失敗 甚至是受傷 而且還蠻嚴重的 我聽到這裡我只想要說 人類真的是很貪婪 永遠都追求不滿足自己想要的 不得不說有一陣子 我記得你去 受邀瑞布的邀請到奧地利去參加這個訓練 我想說你要不要跟大家講一下 古破世界紀錄的訓練史 當時我收到這個邀約的時候 我也蠻shock的 我也蠻訝抑的 空中炫跟我們講說 我們這一次在 共簽名BBOY裡面挑選三位 全世界認為最有機會完成 Doggo and Eric Freda的三位BBOY 那時候我都還沒成功喔 還很爛 對 那時候還摔得很慘 那分別是來自巴西的BOT 然後以及 療活的CLEO 然後最後一位就是 來自主夢者的 虎王 當時 哈利就跟我講一句話 他說 他們兩個的天賦不差於我 你一定要比他們更努力 所以在去奧地利之前 他就跟我講說 一定要面對訓練 你一定要魔鬼式訓練 而且不要發 喔先跑 對你先跑 你先練 所以那時候我就偷跑了一個月 然後我就覺得 哇贏了 我一定贏了 我們到地利之後 然後 紅牛的團隊帶我們去做身體檢測 就是 喘氣啊 呼吸啊 血液啊 白血啊 等等的有的沒有 爆發 爆發 柔軟度啊 等等的 後來就發現說 我們三個人裡面 有一項 項目 是 他們紅牛總部裡面 第二好的 而且那個體能 是跟Double Airflare有關係的 然後那時候我就有點不甘心 因為好勝情寶從小就是 自許為自己是一名戰士 然後我就偷偷去問那個 這個項目的 負責人的這個教練 說欸那個教練 你覺得 這個三個人裡面 你覺得誰最有機會 然後我看他 蜜牛男色 我就知道完了 他不會講我 結果他講另外一個 也就是巴西的髮子 他說 以他的做法 更符合Double Airflare 應該要呈現的樣子 因為他是做空班 而我跟C6是做旋轉 所以我偷跑 那時候對我來講 我本來是很這樣子的 我聽到他的體能 比我好變這樣 我聽到這個團隊 所有團隊認為 他那個巴西的 他比較容易成功 我又變這樣 最後那天是整個是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 我就跟我自己講說 不行 我已經來到這裡了 為了這個項目 除孟哲所有團員跟學員 都在期待著 我絕對不能丟臉 我要說唯一的希望 就是堵在隔天的訓練 一起穿 哈利妹啊 誰啊 我都不跟他們講話 我就會戴我的耳機 我記得那首歌叫做那個 他在吃 喔不是有Tiger 就是你的眼睛像老虎 那首歌 然後我一直聽 我期待的 牧師學 24年 然後我就是 在醞釀我的情緒 我前面好了 考我的第一顆 我就直接中到頭 直接整個流血 可是我看其他人也是啊 他們一丟然後 對 直接失敗啊 可是他們的狀況是越來越好 啊我的狀況是越來越差 然後 那時候 哈利妹啊 跟那個富人 就有冰塊啊 冰蜂包 然後 就安慰喔 還要不要練啊等等的 然後那時候就給自己 關閉起來 我就逼哈利講說 哈利我一定會成功的 然後哈利一直講了兩句話 我就 我對我很相認 信多日青史裡面 燃燒把小宇宙 他說 成功的看你的 去創造歷史吧 然後又不是我這樣 可是真的很像動漫 我就因為這兩句話 就把我們的拼塊丟開 然後就認真仔細想 看他們的動作 哪裡可以去哪裡可以去 哪裡可以去 是我值得效仿的 然後 拿那個CD喔 欸他這個東西做不錯 拿 做不錯 仔細想 腦袋一直在做3D的這個 畫面的那個 節套的補充 好 做 越做越好 將軍直接 打 毛打說 全場的人炸掉 所以他們是直接瘋掉 對 瘋掉 然後整台車的人都在講說 喔 Double Airplane Monster Monkey King 就是全台車 跟紅牛計畫團隊的人都在講說 就是他了 誕生了 出來了 後來紅牛 就邀請你去世界賽 發明這一招世界紀錄 那你要不要試試看那招班 這算是小報告 這邊就透露給大家 那時候我去 法國的時候 世界賽要發表這一招 我想說 他們應該也已經練好了 我要說內心是這樣子想 然後結果 我們一到場地的時候 紅牛那時候 這都秘密喔 有跟我們講說 那個場地是要給我們軟練 結果我們一到現場 超硬 他根本就死定了 法國直接說 NO 我不要 所以他在聚賽 在聚賽 我不要撐假 難怪他都沒下 我們大概四點就知道了 他是在六點的時候才踢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 太傻眼了吧 我那時候 無心管他 那時候你在台上 你是第二次成功嗎 第一次成功 第一次成功 對一次就成功 然後後面你還要想再拚 然後手就 對小母哥就不小心折到了 我還看你去後面那樣子 硬翻回來的 我其實覺得 我後來想想 我覺得人生有這個體驗還蠻不錯的 我居然有辦法看到我的小母哥 呈現閃電狀 然後我又把他拗回來 就會把他拗成直的 然後還沒事 現在還可以活動自如 不過值得提到的一點是 我還蠻尊重我的對手的 也就是Cidio 他雖然已經有加小了 然後在比賽當天 他還跟難得這麼拚 雖然我看到了 我覺得有點緊張 真的假的不會受傷嗎 因為其實真的很硬 幾乎就是實力了 所以他這樣子拚的時候 我內心也會被他感動得到 你知道那個時候大家都在網路上看直播 然後大家都很還在那邊留言這樣子 有些人不會英文 瞬間都會英文 我聽說 我聽說小哈利看直播 看到那個警察的監獄 對啊就是 大家在贏 我看你是一成功完 瞬間跳起來那一下 那一下 太感人了 再來來講我現在這個年紀啊 應該要好好去當老師 或者是 可以去下一代 或者是下一個我的接班人 但是我不想要這樣做 原因是因為 我想要繼續激勵著下一代 想要超越我 或者是想要突破自己 像我們以前看前輩們一樣 現在因為科技很發達嘛 學時隨地 大家拿手機滑一滑 都能看到一些很厲害的影片 或怎麼樣 但是我想要跟我下一代講說 你們不要放棄你們的夢想 哪怕只是一點點心火 未來你都可以燃燒整片森林 只要你有夢想 對所以我想要透過我的身體 完成一些不可能的體積 這些動作是人們想說 根本不可能的 可是居然被 身為人類的我完成了 所以代表螢幕前的小孩子們 我覺得 你們也 不要放棄你們的夢想 因為我正在堅持著 這個是我堅持的動力啊 你要哭了嗎 我哭了 我只能給你一個稱號 街舞界的李小龍 那我其實 看你一路走過來嘛 然後我覺得練很辛苦耶 小時候尬 要尬前輩 然後長大之後 小朋友 把你當成目標 然後 現在大家都在練那個2.0 哇 超越黃王 你很辛苦耶 通常很多 很多人到這個年紀 都不跳 就是轉差 當老師啊 對啊 因為我們現在在做的是 教育跟傳承 那心力就會放在這個上面 然後也甚至有人把這招 取名叫Monkey Player 我記得有人這樣取啊 對啊 對啊 很多外國人都這樣子取這一招 對 所以 我覺得確實有影響到全世界的街舞舞者們 不分國籍 不分種族 不分男女 一招感動全世界 我覺得這個精神是 我很想要傳遞給大家的 好啦 我們謝謝猴王 繼續把竹鳳者的能量 渲染給全世界 我會繼續拼的 然後記得幫我訂閱關注 還有開啟那個小叮單喔 對啊 如果下次 你們還想看 猴王的續集 突破世界紀錄 Part 2 可以永遠告訴我 讓我知道